王二治他念鼠 不好意思 麥克風 主席 部長 我們請您部長 請您部長 部長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有兩個重點 要來做質詢 那第一個就是 針對交通部這一次在紓困 防疫這邊也有做一些規劃 那主要是在紓困部分 那紓困部分呢 我們在這兩天也看到了 包括旅遊交通業的 這些勞工呢 還有一些旅遊業 也提出一些困境 那在這裡就是 希望交通部在紓困的這個地方呢 能夠有一個重點的這個宣示 就是如果有補助 就不能裁員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看到包括旅行社 包括一些導遊 包括剛剛說的一些交通運輸業 那我們希望如果能夠申請 這個紓困的這些企業 他們是能夠來挺 挺勞工 所以就是能夠有 不裁員的這樣子的一個宣示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中國 在疫情期間 他們的文旅部 他們也提出 不會去提前解除導遊的勞動合同 這種他們的訴求 好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請部長 好來回憶一下 感謝委員 對我這個先前的講話都這麼重視 那確實我們目標當然是公司在 才能夠維持員工的勞動機會 所以這個連帶關係 我們還是要照顧到的是人 那至於說公司它基於這個疫情 或者是有些營運的困難 也許有一些公司它撐不下去 但是有一些也是市場上面的一些機制 不過因為這不可抗力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階段去挺這些企業 那至於說不裁員 或不放無薪假 這是一個我們的期待 當然也會作為審查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可是公司的營運到底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也據勞資的大家的合意 也許有一些它會做一定的裁 一定的減少編制或是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就沒辦法 等一下有時間再給你補充 好下一個重點 就是針對那個在台南南鐵東移 那今天自救會也有到行政院這邊來陳情 那這裡就是我們簡單看一下他們整個南鐵地下化 然後後來又東移 這個是從1991年 然後到2011、2012有一些改變 那我們看到在2012年 前台南市長徐天才他也召開公聽會 就是希望去由第三公證單位去看核定的一個版本 是不是最佳方案到底是什麼 好下一張 然後演變到現在 就是在2013年台南市政府是有辦一個工程技術論壇 然後這個論壇呢 因為是公聽會的方式 所以自救會還有環團就是要求要有聽證會 但是從我們看從2013現在已經是2020了 就是說已經經過這麼多年 那自救會的訴求也都沒有透過聽證會 來做有法律效率的一個表達 所以呢 目前就是我們看到政府 包括交通部這邊跟台南市政府都不願意辦聽證會 所以自救會只好去透過法律訴訟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好下一張 那在現在的這個下一張 在現在就是說因為沒有聽證會 然後自救會跟總統陳情 那我們看到政府在去年 在今年年初就是選舉前 就是有暫緩裁簽 那我們不願意看到政府就是說 因為選舉 所以就暫緩一些有爭議的一些行動 行政作為 那現在呢選完了 那自救會跟這些訴訟 預定在下個月8號就要宣判了 那但是呢 在這裡就是自救會其中一戶 就是姓張 姓張的這個自救會成員 他們在這兩天有收到公文說 要做強行斷水斷電 就是3月10號就要強行斷水斷電 那本席在這裡就是要建議交通部 請部長這邊做一個承諾 就是說因為在自救會行政救濟 的這個程序他們沒有辦法得到 非常讓他們幸福的這樣子的作為 然後現在的這個區段徵收也違反所謂的 沒有正當性公益性之類的 那之前我個人在研究這個環評的過程 也是有一些爭議啦 所以就是在這裡懇請就是說 能夠等到4月8號宣判之後呢 交通部再去做一些財事 好這裡請部長回答 是 我先跟委員報告其實從去年暫緩 其實還是有一些他們同意的拆遷 那所以目前數字就縮小到這9戶 那他們是反對 那有一些當然有簽 就是另外的 這裡面又有不同的情況 那因為這個當然法院的宣判 可能也不只這個4月8號 可能還有一系列的訴訟 這個是不是4月8號就是一個最後的 法院的這個宣判的日期 還是可能會後續會有好幾個訴訟再進行 這個當然我也會來了解 那先前當然基於過年嘛 我們的同仁也了解 所以也沒有去執行 那確實這個部分我的了解是有發函 發文了 那是不是可以請部長沈盛去嚴謹去 再去了解 是不是等這個訴訟 那讓這就會能夠有更完整的一些 這個我們來研究 謝謝 陳委員 主席因為口誤向你致歉